最后一组的话就是这个色相组啊 色相组的话那我们知道啊 怎么的颜色它分为色相保和度明度 那其实在这里面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单独调整它的色相 或说保和度或说明度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综合的调整整体的颜色啊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色相 就是结果色它保留混合色的色相 就你上面那一层它会保留它的色相 然后呢保和度及明度呢 它是数值是保留原来的这个数值的啊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新建一个图层 那你看啊 它这里呢有个特点 我们先选择个颜色吧 比如说选择个大红色啊填充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什么呢 选择一个色相 那你会发现啊 它的基本上有颜色的地方都会给它保留什么 保留这个红色 你看它的衣服是不是变成红色了呀 对吧 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青色地方它也会变成红色 对吧 它保留上面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保留还保留明度和保护度 它只是颜色变化 明度和保留度呢 就是你看啊 这个的保护度非常高 但是呢 它保留是谁的保护度 是下方这个图层的这个保护度啊 看到没有 是下面的这个图层保护度 但是颜色呢 它就变了 能理解吗 这是这一刻啊 有法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白色地方 比如说这块 是不是非常白啊 它没有变 没有变化 看到没有啊 白色没变化 黑色也没变化 或者说变化非常不明显啊 能理解吧 你看包括这块 它是有一点变化的 那有颜色的地方 它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而没有颜色的地方 它是不会变化的 而变化的话 只是它的色相 它的饱和度和明度 是不会变的啊 这是这一个 然后呢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饱和度 那就是用混合色的饱和度 以及基色的色相和明度 创建结构色 啊 什么意思 那其实呢 跟上面的话差不多啊 但是呢 它变化的是什么 它变化的是 它变化的是什么 变化是饱和度和明度 那我们在这里选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填充颜色吧 填充个纯色啊 填充个纯色点击确定 然后呢 把这里的话 我们给它改为一个饱和度啊 然后你看 这是什么变类啊 它的饱和度是非常明 非常强烈的吧 它的颜色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吧 但是饱和度非常强烈啊 这个草应该来说 我们知道它是黄色的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饱和度强 变得非常强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变化它呢 其实 你看 看到没有 对吧 这一块 这个横着的啊 应该来说是明度 对吧 它的明度产生变化 下面的 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它的饱和度 能理解吗 我们的明度 就是我们的明度 越低 怎么样 我们的饱和度越低啊 饱和度越低 下面的颜色 它的饱和度也越低 而我们的饱和度越高 下面颜色 饱和度也越高 对吧 左右是饱和度 那上下是不是我们的明度 对吧 是明度 那明度有影响没有 明度 你会发现 它是同样的影响的啊 明度越高 它怎么样 明度越高 它的饱和度是不是很高 而明度越低 它的饱和度是不是很低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是一个 倾斜的一个角度啊 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边呢 给下面带来的饱和度的影响 是非常低的 而这边呢 给上面带来的饱和度影响 是非常高的啊 能理解吧 而且这里的有个关键 就是 无论你的明度低 还是饱和度低 它整个结果都会低 你只有两个同时 高 它 它带来的效果 它的饱和度才高 能理解吗 因为它这个是 影响的饱和度啊 好吧 这是一个 那同样的 那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明度啊 对吧 那明度 利用混合色的明度 以及基色 它说和这个是对应的呀 只不过它影响的什么 影响是图片的明度而已 那我们呢 把它改为什么 改为明度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填了 左边是不是明度 对吧 左边是左右 两边是饱和度 你的饱和度很低 你的明度是不是怎么样 明度是不是很高 对吧 你的饱和度很高 明度是不是很低 那下面呢 你看 黑白灰 黑白的一个影响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能理解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颜色了啊 这个颜色 颜色应该来说 呃 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颜色的话呢 它就和这个色相不一样啊 它和色相有点区别 就是色相 你是没有颜色 你是黑白灰的地方 它是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呢 你这个颜色的话 是都会有影响 只要你改变颜色 但是呢 它不改变保护 你看 看到没有 你改变颜色 改变保护度什么的 都会有影响的啊 能理解吗 这个就是对图片 整体去进行啊 色相 明度 保护度 三者 结合的一个影响 看了 看清楚了吗 它和这个叠加啊 它会有点像 那你看 叠加有点像 只不过它没那么强烈啊 它没那么强烈 能理解吧 好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的一个四项组 那么 呃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常用的一些啊 应该来说 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 后面呢 我们会用案例来去 具体的讲解 它里面的这个实际应用 好 OK